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围绕嘛 围三圈啊 也是走三圈说 你可以跟我来修观音法门了 我说我衣服的时候不改啦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只有看到师父在那个金黄色的布曼 然后就看到师父早期的衣服 然后师父就没有讲话了 讲两次你不懂啦 还要再讲什么 当然第三次就太累了 还来已经太好了 别人已经丢你了 对啊 然后我就来西湖嘛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同修开车嘛 然后第一天就是来的中就是外面刮风下雨啊 连那个路上那个雨太大的 连那个车子都没办法走嘛 然后还是走 来的时候 本来那天听说师父要硬心了 结果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师父硬心了 然后第二天来的时候也是刮风下雨 然后也是师父说要硬心的 结果又没有硬心了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也是刮风下雨 可是到了西湖这边的时候 那个风雨都会停下来 就风平浪静了 然后那天就是师父5月12号那个生日的时候 就这样 然后那天我也想说 我一定要来跟他斗法的嘛 你知道啊 然后 那个时候还敢来斗 你看 哎呀 太过分 都是那种徒弟 你说不说硬头啊 对嘛 既公活活一根跟他讲 神 他自己的神啊 不是我神啊 一根跟他讲啊 就可以跟师父谁了 然后师父跟他善事化生来讲 他还是来这里要射我 你看 都是那种徒弟 你们看得多多么难度啊 我好辛苦啊 你们不懂啊 好辛苦啊 不讲起来你们不知道 还好今天都讲了一点点 还有好几个 那个人 好几个要来射我 你们不晓得 我好几次差一点死掉啊 功力不高的话 找就完了 那个 跟师父应亲之后嘛 我回去啊 回去就是我住在那一贯道那个佛堂嘛 好 对 住在一贯道的佛堂里面嘛 那这边也是修那观音法门啊 打坐啊 可是七天里头就变化很大 所以我相信说 一贯道里头那个 那个所谓的神跟佛 那都是阿修罗的等级 然后打坐啊 修那个观音法门说 那佛光会出来嘛 那就是无量风德啊 那那些阿修罗的时候 都会偷 要来抢啊 抢你的光 对 抢我的光 有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之后七天啊 我就觉得怎么越打坐越离谱 就好像神都出去了 就都散掉了 所以我就相信说 一贯道说 那个是天堡公号第五抽屉嘛 是真的 听不懂 听不懂 再讲一次 就是 最后一句 这个一贯道 他那个求道的时候说 那个龙天表嘛 是不是不知道 龙天表就那个表文抽丁天板挂号 然后他们都说那个 龙天表怎么样 对 对 龙天表 那表文一种 那道教那种表文一样 就跟人家超度那种的而已 不过你那个神都出去 跟那个龙天表有什么关系 现在又讲到说 一贯道佛堂那些神的问题 一贯道那些佛堂那些神的问题 好 你谈 然后 你谈那些神的问题 对 然后因为 人家说 修行就是要超生了死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说可以超生了死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相信啊 确实那个表文可以天堡公号第五抽屉 名字可以不用在地狱那边 然后到那个 那所谓阿修罗的境界那边去 听得懂吗 懂 好 对 天堂挂号 可以到那个阿修罗的世界去 慢慢一点 那个 对 那个麦克风靠远远一点 有可能比较清楚吧 就是那个天堂挂号 对 对 对 以后死掉的时候就不会到地狱去了 这个我讲好久啦 对啊 那个 那个一贯道 对 记公佛佛佛嘛 说三年里头背负我们业障嘛 他只有背三年啦 三年之后他就不管你了 对啊 三年之后就不管你了 对啊 三年之后就不管你了 对啊 那三年以后呢 三年以后啊 就你自己 你自己看怎么样 你对 看你要修行怎么样 或者说 自己还没有办法再偿还的话 那三年之后你就要 他背三年已经很好啦 对啊 哪里有人替你背三年的业障呢 对啊 所以我 那时候相信那一贯道嘛 就像我碰到观音访门 然后看到师父那 师父那就是佛佛啊 就活佛嘛 佛佛在世 就可以真正救一个众生 那个灵性的全部 了生脱死 所以我现在才要跟师父求出家 这样子啊 对 还好 对 还好 这师父安排嘛 还好有相信 那个箭呢 现在放到哪里去了 那个好 那个现在丢给他们了 我不弄了 好 不要再射给人家了 对啊 现在修观音法嘛 要学佛了 OK 很棒 不过这样也好 我不怪你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吃看看了 你也不晓得师父是谁 对啊 对啊 万一三师母怎么办啊 对啊 对啊 射他一大路说他不死 表示说他了不起 也可以拜他尾师 不然乱拜也很麻烦啊 是不是 像他那个人也不 那是从小就修行啊 道心很坚长啊 乱拜师的话 就浪费整个辈子功夫了 是不是 对啊 所以我就没有乱拜师 我只有拜祭功夫佛一个师父而已 那这样啊 他也不错嘛 对啊他也不错啊 可是他没有师父等级高啊 就是他才要我来跟你学嘛 怎么样 就是激功夫佛他没有师父等级高啊 就是他才要我跟你学啊 好 那再好了 他比较坦白了 他 means 这样他会有功德。 激功夫佛他。他不错了 他说他不在世嘛 对啊 他没有肉身啦 就没有办法当业障啦 然后呢 还有什么吗? 没有啦 没啦 对 有什么住家以后再讲 还有什么人以前要设我 来 站起来这样来讲一下 你们用什么办法 因为以前的技工高手什么那个 很多吗 有没有 男众有好几个吗 现在都躲起来了 我不会报仇了 我最高的报仇就是带你们超上界 你们不会再来设我 他报仇叫人家那个 那个主角根支 懂不懂 永远没办法再讲大那个仇恨 是不是 我报一个仇的话 永远没有办法支那个后根 都支断 懂吗 我足理事情从来不留后患 这样讲 不错吗 对 OK 这样就是真的报仇 是不是 那个那个什么 没有办法传宗却带下去了 还有谁吗 还有谁神通比较高一点 小小神通也可以讲好玩一下 这些神通都没办法表演给你们看 不过我相信他算坦白的一个人 他不会骗你们 他讲那个口气你们就知道 听懂不懂 他真的有神通 那个练到这个样子就了不起了 你们如果有那个什么 天眼你可以看到 真的像箭一样 不过那个箭比那个游行的去 还有几万倍危险 你没办法控制 听懂吗 没办法控制 如果你没有没有修行那样的力量 那个射就中了 中的话 那没有什么病也死 也不是死一辈子 死好几辈子这样 等到有很高等的名字来救你 你才可以 那射到灵体里面去 听懂吗 然后你变成他的部下 他教你怎么弄 你就怎么弄 你没办法动 灵魂被他控制 了解吗 那受伤的好严重 这个叫那个严重的内伤 没有人能救你 很恐怖 这道加油的人羞辱没有道德 真的很麻烦 不过也是他因为这个事情 也相信师父 他也不是恶心要杀师父 为了气度 所以他不是没道心 听懂不懂 他认为师父是鬼 他是主要残怪的那种 那种人物他认为他当孙悟空 保护人民 有那么大鬼当然要来残 就是这样 然后残不掉 就知道师父不是鬼 是他本人事 不过这个 这开玩笑而已啦 你们看 修道家修到这个样子已经蛮不错了 都懂小 窮小打坐 懂没有 窮小已经跟道家训练 窮小就是很简单学 比如天真嘛 然后比较 比较那个心比较专啊 所以窮小学的话 还有功力很厉害 才练到这个样子 有人练到这个样子 有啦 不是没有 不过杀一个人不用练这么长啊 这样就够了 你看他练到这个样子 今天了不起了 懂吗 我这个人很瘦啊 不用这么长 大概这样就够了 大概这样就够了 是不是 还露出来在后面一点点呢 浪费 浪费尽那个功力 你们那个道家如果要设我的话 那瘦小一点就够了 不用浪费力量那么多 所以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怎么样 就是用力量害人而已 不是害人 除人啊 懂不懂 消灭啦 这救人才了不起 那个消灭人有什么了不起啊 应该我们有谁两种 灭和救 懂不懂 那个要杀人就灭人是太简单了 是消灭众生 或是灭鬼啊 除鬼是太简单了 救鬼、救魔才好 那用办法救才好 是不是 那什么人都杀 什么人都除 什么人都灭的话 那我们没办法咯 是不是 好 那有什么人想上来那个消灭 我们水煎一下 玩一玩嘛 不要那么严肃好吗 来、来、来 我记得他 我记得他 好像前期的时候有讲 是不是 上来、上来 好,你在哪里都好 你舒服就好 不看别人没关系 如果怕他们叫你酸脏的话 你讲 我是跟师父以前要跟师父换气 气可以从头上滑出去 要跟师父换气 就是在屏东奖金的时候 怎么从马路什么 我听不懂啊 就是叔叔有一次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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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这里我们谈半个就好了 来来来 来这里了 比较比较静谐一点 哎呀 谈一下好了 坐坐坐坐 坐这边吗 没事啊 怕什么 你已经知道我不是鬼了 坐了 好 我们聊天就好了 好吗 聊天像朋友一样也好 然后他们顺便听而已 OK 就是说有一次 叔叔在屏东奖金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师父是谁 那时候我是练气功 气功可以跟树换气 可以把气 跟树木啊 跟什么换气 哦 可以把气 跟那个万物换气了 对 然后 气可以从头上化出去 然后跟跑到树里面 然后把树里 树的气吸回来 吸回来这样子 然后呢 那你再讲 难怪你就满满绿绿的颜色 快变成树了吗 后来呢 这个已经了不起 这个不简单做 我知道哈 这个很类似那个 那个阿拉伯呢 他们修行的方法 我知道哈 像有一个 阿拉伯的那个老乌 老修行的人 泰伯啊 他不用吃饭没关系 他就吸原气 他怎么吸呢 比方说哈 要他表演给你看的话 他这样弄 他放一个文担药 这样怎么大 在那边 阿堂在那里 眼睛闭起来了 没做什么事 等一下那个文担药 这样 消掉了 消气了 他变成像干枯的 那个皮在那里一样 里面都被他吸光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吸那棵树到会死掉 不会 那个是 是比较有成型的树 不是小树 这个是小树 你的比较大树 那个是普通的啦 我大树也不敢吸 因为我听说也 有一位也是会换气的 结果他去跟一棵神木 去换气 神木就是那个 好几百年的那个神木 结果他气被那个神木吸去了 雕小的树比较好 对了对了 结果全身后来都花冷 花冷了一个月 后来还好吗 后来就慢慢恢复 但是我是都找那个小树 对那边 他们比较善良 不会反应那么厉害 以后也是这样这么做了 你们老树没跟你们讲 怎么老小就打那个神树做呢 那个老的 他们比较比较厉害 连我也知道 老人家就不能玩嘛 后来呢 然后 那次是师傅在屏东奖金嘛 那我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师傅在台上我去就划出去 要跟师傅换换看 又在说啦 好 看看而已 你没看到师傅有光 没有 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是活光 就是划出去的时候碰到就没有 碰到就没有掉了 我的气都没有掉了 自己气就散掉了 还好滑得下去啊 然后呢 我这个是因为我以前是练气功 这个是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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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样就忽然会的啦 我练的不是这个目的 练气功是要把自己的内脏练好 这个是顺便好像突然都会的那种功夫 然后射一下看看 然后呢 然后射到什么地方啊 射就没了 射出去以后好像就是说你 有物质碰到那个太阳那样就被融化掉 出去以后就被融化掉 那个气不到跑到哪里去了 就碰到一种东西 碰到就没有碰到就没有 然后你自己也没气这样 因为我不敢一直尝试啊 就试几试以后我就停止了 也是四个儿子啊 还好 继续下去就没气了 还有呢 我是试试那个一个能力啦 因为我气功是练气功以后 也是得到很多啦 就是像有些是练外功嘛 外功就是练 你是练内当功 不是是气功 真正的气功 气功有很多那种方式 对 自 theme 再启试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